中国的第一幅春联是后暑梦场 写的一幅春联叫新年那余庆 佳节好长春 到了明代 朱元璋是最早要求所有的老百姓 在过节的时候 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 登龙最早表现春节文化的时候 是红颜色 但是北京的登龙和其他的地方的登龙 有一点不同 北京有宫灯 然后它最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上面有图 中国文化的特点 就是图必有意 意必吉祥 那么有了吉祥寓意的这个登龙 变成了一个文化载体 来表达了一种心情 表达了一种意愿的这样的一个用景 这里的卫生 当然是在这里 当年女人的父母 都很有道理 这种感觉 但是我也是能有意义的 那种感觉 都很有意义的 那就是要注意